冰箱经常放三五 小心癌症找上危险可能在靠近 听到癌这个词 很多人都会感到害怕和不安 尤其肝癌是一种潜伏期较长 症状不太明显的癌症 引发肝癌的原因有很多 包括酗酒 睡眠不足 遗传等等 我近期看到了一个新闻 有一家三口先后查出了肝癌 而且他们平时也没有什么不良的习惯 后来发现 原来是他们冰箱里一直放着这三种食物 慢慢的这三种食物变质了 产生了致癌物才导致了肝癌 那么看看你家的冰箱 是不是也放着这三个危险的致癌食物呢 第一类腌制食品 比如咸菜 泡菜 腊肉等等 这些食物在低温环境下 他们本身含有的亚硝酸盐 会更容易转化为亚硝胺类物质 这些物质是已知的致癌物质 对肝脏有很大的伤害 此外在冰箱里保存时间过长的腌制类食品 也会滋生细菌和真菌 这些微生物也可能产生致癌物质 所以建议大家将腌制类食品 存放在干燥 阴凉 通风的地方 并且尽快食用 第二个 坚果类 坚果类食物富含蛋白质 脂肪和维生素 是很好的营养补充品 但是冰箱里湿度很高 坚果就容易吸收水分 变软 发霉 容易产生黄曲霉素 黄曲霉素是大家熟知的致癌物质 对肝脏有很大的损害 第三种 淀粉类主食 淀粉类主食是我们每天必不可少的食物 比如馒头 面条 米饭等等 但是如果把吃不完的主食放在冰箱里 就可能会吃出大毛病 因为在低温环境下 淀粉类主食会加速变质 出现一些小黑点 这些小黑点可能还有黄曲霉毒素等致癌物 对肝脏有很大危害 建议大家每次喷调适量的主食 尽量能当天吃完 总之冰箱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在使用冰箱时 我们应该合理安排存储位置和时间 避免食物久放而导致食品变质 营养流失 迅患癌症等问题 保护健康从小细节开始